俄罗斯宣布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一事引发的争吵还在继续 继俄乌美北约等各方回应后 白俄罗斯一方也做出表态 白俄罗斯外交部3月28日发布声明称 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不涉及将其控制权给予白俄罗斯 也不允许白俄罗斯方面获得武器技术 白俄方面不认为俄方训练白俄飞行员驾驶 能够携带特殊武器的战斗机 以及将这些飞机现代化的行为是违反条约 这一决定并不会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一和第二条的规定 对于俄方部署核武器的原因 白俄罗斯称 北约长期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向白俄罗斯施加压力 随着北约邻国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军事能力的增加 上述情况产生了白俄罗斯对国家安全的合法关切 白俄罗斯正在采取必要的反应 以加强自身安全和防务能力 白俄罗斯还指责北约 长期以来一直实行联合核武器特遣分队的做法 允许北约成员国的战机和飞行员获得核武器投掷能力 白俄罗斯称 北约成员国的战机被认证为核武器运载机 并就核武器特遣科目进行适当的演习 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拥有一百五十多枚美国战术核武器 准备部署二百五十多架飞机 在声明最后 白俄罗斯称为了加强全球和区域安全架构 多边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机制 必须进行建设性和相互尊重的对话 取代对抗言论和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 这是我们一直在呼吁的观点 我们还会继续呼吁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 同意这一观点 当地时间3月25日 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应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要求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已同意将在白俄罗斯领土上 部署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将从4月3日开始训练相关人员 7月1日前会在白俄罗斯完成战术核武器的储存设施建设 普京说俄罗斯已经帮助白俄罗斯 重新装备了10架能携带战术核武器的战机 俄罗还已将一定数量的 可以携带战术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 转移到白俄罗斯 但他没有透露 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具体事件 普京还表示 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盟友领土上部署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是在做与美国一样的事情 并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承诺 对此 乌克兰外交部当地时间26日 发表声明进行谴责 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就此召开紧急会议 希望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有效行动 应对克里姆林宫方面的核讹诈 随后美五角大楼新闻部门当地时间25日 就此事发表声明称 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情报信息表明 俄罗斯有使用核武器的意图 也没有理由调整美国核力量的部署 在3月27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俄罗斯宣布 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事表态成 去年1月 五合国的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 指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强调应当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 减少战略风险 在当前形势下各方应当聚焦和平 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外交努力 共同推动局势缓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